大家好,欢迎来到历史书用语 有同学提问说 蜡笔 C-R-A-Y-O-N C-R-A-Y-O-N 这个单词该如何读 这个单词呢 我们看一下音标 它会写出来叫做 C-R-A-Y-O-N 先读的是C-R-A-Y C-R-A-Y-O-N 后面是一个N 连起来就是我们的C-R-A-Y-O-N 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前面有一个C-R-A-Y 有个A-Y 这个双原音A-Y-O-N 后边有一个单原音叫做 一个A-Y-O-N 用语当中要求 两个原音因素相邻的时候 这两个原音素 紧紧挨着的时候 中间要加一个W-O-N 或者是Y-E-N 那我们一个是A-Y-O-N 一个是A-Y-O-N 那中间要加一个A-Y-O-N 那所以这个单词在读起来的时候 听起来就像C-R-A-Y-O-N C-R-A-Y-O-N A-A-Y-O-N 加A-A-A-Y-O-N C-R-A-Y-O-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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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单词呢 就是我们蜡笔的读音 你学会了吧 好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屏幕前的你 也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给Liz留言 私信或者是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